亲爱的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杜哥去旅行,我现在山东省济南市,我这前方是济南市全城广场,也是济南市最繁华地带,这个广场东西长790米,南北宽280米,占地面积330亩,有22万平方米,主体面积270亩,我带大家进去详细地逛一遍济南市全城广场,感觉这个广场非常热闹。 这里有很多小朋友在滑冰,看一看,这就是济南市全坑广场,我这对面就是济南市恒隆广场,能不能看到,这正对面就是恒隆广场,我给大家转一下。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,这就是济南市最繁华的位置。 我带大家继续往前走,继续逛济南市全城广场。 2002年8月,全城广场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联合国国际艺术广场称号,全城广场成为中国第一家,也是唯一一家获得荣誉的城市广场。 这前方有很多大妈在跳广场舞,看一看。 我再给大家转一下,感觉这个广场的夜景非常漂亮。 一般济南市有什么大型工艺活动,都在这个广场上举办。 全城广场的下面就是济南市银座购物广场,看一看。 我这正对面就是银座购物广场,我现在就不过去了。 我再给大家转一下,那就是济南市的全城广场。 我再给大家继续往前走,我这前方是济南市的全标,也是济南市的标志性建筑,这座全标高38.1米,重量170吨。 这种全标在国内城市很少能见到,这就是济南市的全标。 这前方全都是跳广场舞的,看看,这就是全城广场,济南市最繁华的位置。 我这正前方就是济南市第一高楼,看看,这就是济南市中心最高的楼。 这座大楼就是济南市绿地国金中心,高度428米,也是济南市最高的楼。 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转一下,看看济南市全城广场。 现在都晚上9点了,广场上还这么多人呢,看一看。 我带大家继续往前走,前方走到头就要出全城广场了。 这前方就是济南市全城广场的出口,我在出口再给大家转一下。 这美口有很多假人,看一下,这就是济南市全城广场的美口。 好吧,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,有喜欢我的,为我点个赞,关注一下,拜拜。